各位同學,大家好! 前面將感應片的《善報》介紹過了 第一,三十七段開始 下面有很長的一段話,是講《握報》 開頭兩句,這是把握報的根源給我們說出來 這是非禮而動,被禮而行 這兩句話的意思很深 現代人看,往往舒服了,粗心大意,舒服了 古人的文字都非常的含蓄 感應片含蓄的文很少 都是說得非常明顯 但是這兩句話是屬於含蓄的 禮很深 那麼什麼叫義?什麼叫禮? 這兩個字 不單是修復 世間做人 也應當要遵守 如果這兩個字沒有了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決定是亂世 在中國古代 學歷史的人 往往就用這兩個字做標準 符合這個標準的 叫智氏 天下大智 也就是治國治得很好 社會安定 繁榮 人民的生活過得很幸福 如果是亂世 社會不安定 沒有秩序 沒有秩序 人民生活很痛苦 那就是一根利 沒有人遵守 那麼我們今天看到這個社會 似乎是很繁榮 科學技術發達 帶給人物質生活許多的方便 可是毅力確確實實沒有了 於是今天的社會 我們看得很清楚 是富而不落 物質生活過得很好 精神非常痛苦 人心不安 所以諸位要曉得 真正的幸福 所謂是心安理得 心為什麼安呢 一理他得到了 得到就是他明了了 其心動念 一切造作 一切造作 這就是將我們的生活 工作 除世代人久 都能符合一理 他身心就安穩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滿 一理 一理要是不明 我們的生活呢 一定是隨身煩惱 隨身习氣 這些习氣都是壞习氣 我們常常講 我們常常講 講得很 淺 淺 淺 自私自利的习氣 貪圈 貪圖名利的习氣 造食物業的习氣 這種习氣 天天在增長啊 沒有看到收斂了 所以 二十世紀 很多人講 道德淪丧 道德沒有了 是在講 道德 比义理還要高一級 這個問題的結陣在哪裡呢 還是屬於教育的問題 這個時代沒有人教了 為什麼沒有人教呢 沒有人聽了 這個裡面的原因 這個裡面的原因 非常複雜 過去 古老的中國 雖然說平 說過裏弱 但是 人人都能夠安居落葉 我們仔細觀察 過去的歷史 古今中外 可以很公平地說一句話 中國的老百姓 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 這個善良的因素 要歸功於幾千年聖賢的教化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古老文化 古老文化 於是一般年輕人 就迷信了西方的物質文明 而把中國的精神文明 全部給否定了 於是造成今天的災難 於是造成今天的災難 有過 有過而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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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人家這兩句話 精於良言 將說 將說 將聖賢之手 有過 立刻 就要改 這就符合 一理之心 學之不講 學之不講 誰懂得意 誰懂得理 有過不但不能改 以為這個過是善 是好處 這還得了嗎 所以他底下這一句說 以我為能 人做殘害 這是我們 在今天這個社會 普遍所看到的 今天如果講聖賢之道 世間人看到了 聽到了 恥笑你 說你落伍了 你不合時代 完全不能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竟爭去造畏 心裏面自私自利 貪嗔吃慢 天天增長 生活當中 可以說是 無惡不走 這樣才敢得 大災難的先前 天災人禍 人禍 現在我們知道 何無戰爭 何止戰爭 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這種何止戰爭 就是佛經裡面講的 小三災 小三災可能提前 西方 古老的運營 古老的運營 現在在市面上 很多 那 周圍都很容易看到 都說 兩千年 這個世紀末 是世界末日 前天 回教協會 請我去講言 他們也提出問題來問我 佛經裡頭 是不是也講 兩千年呢 是世界末日 我給他答覆 世界末日 西方人講的 基督教 天主教 他們講 佛法的他們也講 佛法裡面講 只是有災難 而不是末日 因為佛的法運 還有九千年 釋迦摩尼佛的法運 一萬兩千年 現在才過三千年 後面還有九千年 但是災難 我們想想可能有 為什麼呢 我們懂得感應的道理 眾善因得善果 眾不善的因 必然有不善的果報 這是招來的天災人禍 雲吟在此地 所以學還是要講啊 我們在此地 要努力來替他 現在 在此地 我們一同學習的 有十幾位年輕的法師 我鼓勵他們 勸告他們 有同學家裡面 喜歡聽聽聖賢道理的 我讓同學們 每個星期 到居士們家裡面就講一次 講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我覺得一個小時 比較恰當 現在的人 耐心不如從前 講長了 他不喜歡聽 講一個小時 有半個小時的討論 聽了之後 提出問題來解答了討論 一個星期一次 這個方式 是從前 黎兵南老居士在台中 推行了很多年 我最初到台中求學 幾乎每一天晚上 都到居士家裡面去聽聽 早期老是自己去 他不休息的 星期一在張家講 星期二在李家講 星期三在王家講 輪流去講 聽眾呢 大概十幾個人 他們的家人 鄰居朋友 大概十幾二十個 他聽聽講 沒有休息的時候 以後訓練我們這些獎金的學生 他開了個班 這個班呢 開了兩年 訓練二十多個人 這二十個多人訓練成功之後 就分配到很多居士家裡 也都是輪流去講 所以我告訴同學們 你學這一部經 這一部經至少要講十遍 十遍怎麼個講法呢 你一個星期就講七遍 都是到居士家裡就去講 星期一在這講 星期二在這 每一家講的是 同樣的這一段過程 你看 你這個一段經文 你就講了七遍 到第二個星期呢 就講下面這一段 不是說這一部經 學完了再講 不是 現朝現外啊 那這個星期講的這一篇 下面下面還沒學到了 我們是這樣學成的 所以東西學得很精 學得很熟 確確實實符合 夫子的教會 學了就要講啊 學不可不講啊 那個意思是這個 你學了這一句 你學了這一句 你就要講這一句 學了這一段 你就要講這一段 天天講 講 勸別人也勸自己了 幫助自己改過自信 道理在此間 如果講學的風氣 滲了 這個地區 決定 安定 這個地方人 決定 明理 決定 有智慧 人能夠明理 有智慧 生活 就會過得很幸福 無論我們現前生活 是富裕還是貧賤 都會過得很自在 都會過得很快樂 因為 富貴貧賤 是過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樣啊 其實道理明白了 富貴人安安於富貴 貧賤人安安於貧賤 他這個社會不亂啊 今天有許多人不懂的 以為 社會的動亂是貧富不均造成的 他只看到這個現象 他沒有看到這個現象的根源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財富不均 是事實 能不能做到均等呢 不可能 為什麼呢 每個人種的因不一樣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怎麼能叫瓜豆喉喉 變成一個東西 不可能的嘛 古人 為什麼把這個社會 能治理得那麼好呢 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啊 貧賤的人明白了 我過去沒有種善和善因嘛 現在過這個日子 應該要承受 應該承受啊 他就很歡喜了 他就不作亂了 富貴人有多餘的 常常能不失 救濟啊 貧困的人 從前社會安定 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造成的 富貴人知道 我為什麼會富貴呢 過去是不失啊 帶來的佛報嘛 現在已經有佛報了 我更要不失 希望萊森的佛報更大 他明白這個道理 歡喜不失啊 聽見人呢 他也歡喜去修福了 修福就不會造業 不會造損人利己的事情 損人利己不失修福啊 人人 行善 義善 行善 這個社會怎麼會不好呢 當然 和喜 如果我們講族群 也可以這樣說 富貴是一個族群 貧賤也是一個族群 這兩個族群能夠和睦相處 能夠互助合作 這個裡頭啊 不會產生矛盾 不會產生衝突 社會問題就解決了 佛法教學的宗族 大家都知道 祖師大德常說的 破米開悟 歷苦德諾 德諾 德諾是在現前 現在就德諾 這不是講啊 來生後世 來生後世 我們還沒見到嗎 現在就德諾 古時候在中國大陸 這就是 乞丐 是討飯的 要飯的 乞丐啊 乞丐聽到佛法 還有他也快樂無比啊 他為什麼快樂 你明白了 他倒懂得了 雖然是乞丐 非義之才 他不娶啊 他不要啊 他守他的本分啊 你說這個真是難能而可貴 這的人尊敬 學會稱之為義干 他是乞丐 他有道義 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 生活方式是其實啊 也是圓門託伯 真正有智慧 有道德 有詢問啊 他采取這種方式 給我們很大的教訓 他教我們什麼 於人無尊 於事無求啊 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 所以他的心 多清潔 都快樂 心裡頭沒有憂慮 沒有煩惱 沒有牽掛 生活過得那麼簡單 越是簡單的生活 越健康 釋迦牟尼佛住世 實在說他可以隨意 他能長住世間 可惜我們一般人疏忽了 沒有期間求他多住世間 我們疏忽了 我們疏忽了 母的其病 魔王波尋 見釋迦牟尼佛 要求釋迦牟尼佛 趕快滅渡 不要長住世間 這個魔來要求 佛爺點點頭 打印他了 釋迦牟尼佛是這麼走的 這個事情 也是給我們一個教訓 我們為什麼不請佛住世 普賢菩菩薩 是大願王 是院裡面 就教導我們 請轉法輪請佛住世 我們偏偏不請 被魔去請 這是我們的故事 佛給我們這個警惕 這個裡頭兩張四起 第一個 清盡善知識 這個機雲 稀有難逢 一定要緊緊地抓住啊 第二個 要請佛住世 要請轉法輪 實在講 普賢菩薩 十大願王 這兩條是 是主要的 最重要的 請轉法輪就是講學 前面的四語就是改過 离盡祝福 趁戰如來 王修共揚 燦除業障 這是改過 人能夠改過 就可以長遂佛學 長遂佛學 佛要住世才行啊 佛不住世 我們更新學 所以才由秦轉法輪請佛住世的大願 佛菩薩確實是不死 這個我們在大臣經裡面看得很多了 我們深深相信沒有懷疑 眾生有感 佛菩薩就硬 感應道教 絲毫不爽 我們有心想學佛法 佛菩薩就硬化 視線到這個地方來了 沒有這個性命 佛菩薩不來 來了沒有意義了 沒有作用 沒有作用嘛 所以佛菩薩住不住世 佛菩薩來不來教化 問題在我們這邊的人 肯不肯學 肯不肯真學 真學佛菩薩就來了 揚奉奉 揚奉奉 因為佛菩薩不來 佛菩薩不來啊 要認真地學習 所以要懂得意理 順一禮 順一禮 必定得善 違背一禮 這是大我 所以把這兩句作為 綱領 非常有道理 哪些事情 違背一禮呢 這下面一條一條 舉例 跟我們說明 設在這個例子 不慎美舉 舉幾條 希望我們 從這幾條當中 能夠領悟 我們先前 對人 對事 對無 想法 看法 做法 都是我 不是善 只有搞清楚 搞明白 我們才能回頭 斷我 想善 不但能救自己 也能夠挽救社會 也能夠幫助眾生 那就是大善 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就講到此地